西班牙的封建庄园经济和封建势力严重 上人一旦富有 说渴望的是取得地产 购买贵族偷陷 借以奉向贵族的特权 对投资工业却望而却步 美洲经营的大量涌入 对工业发展期的消极 甚至破坏作用 经营数量的增加 造成通货膨胀 工资上涨 工业成本随着昂贵 产品因无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美洲经营的榨取 与西班牙国内工业的落后 形成恶性循环 同时经营充沛的西班牙人 奔向美洲去做发财梦 相应的忽视了 本国国内的工业发展 西班牙国内工业的落后 加持它的航运业的落后 结果导致荷兰英国两国的经济优势 向西数殖民地进行渗透 荷兰英国这两个工业 及航运大国日益发达 不太有自己的船 也把自己工业品销售到殖民地美洲 感谢观看